歡迎收聽多人小說劇《魚醉》 長書新原著 光合金木之作 起點中文網 喜馬拉雅 聯合榮譽出品 第132集 犯罪本身就是毒品 如果你從中嘗到自由的味道 尊重的味道 詮釋的味道 於是就戒不掉了 老天是公平的 給你多大的享受 將來同樣會給你多大的難受 陰暈的蒸汽後 是傅國生那雙迷茫的眼睛 魚醉心有所感 他在極力掩藏著此話帶給他的震撼 雖然他是一個景中的菜鳥 可對方無疑是犯罪陣營裡的老炮 他生怕哪裡有一點破綻被看出來 嬉笑說著 傅老大 你真有文化 不過 剛才你漏了一樣 什麼 自由 尊重 權勢 除此之外 還有女人的味道 很多美女的味道 對不對 沒錯 男人的死法有兩種 用咱們堅仓的粗口簡單的講就是 一種死在前上 一種死在床上 嘿嘿嘿嘿嘿 哎呀 就這兩樣 我現在都缺 還沒享受過 所以我覺得 我會活得長一點 您說呢 傅老大 但願如此 不知不覺間 余醉用了個您字 傅國生沒有發現這個細微的變化 還笑了 笑著點點頭 拍拍余醉的肩膀 話似乎很傷感 可偏偏知音難命 余二卻很興奮 就像那種理想即將實現 大把的鈔票即將入袋 大把的美女即將入懷的那種興奮 傅國生看得搖了搖頭 顯得興趣索然 這一夜即便同床而眠 也再無罪言 次日 余醉被來人叫起上路 傅國生卻不知道 什麼時候已經走了 走得無聲無息 在即將上路的時候 余醉接到了一條短信 一路小心 他知道這不是家裡的問候 而是敵對陣營裡的關懷 這份絲毫沒有偽裝的關懷 讓他正了兩久 似乎比內身三級警司的服裝 還讓他受之有愧 數量全封閉大巴車 從高速出口通過專用通道下路 各高速站已經收到了全線放行的通知 這些車停也未停 只使向一個距離陽城不到三十公里的急鎮 一車 兩車 三車 不知道有多少車 從高速 從國道 從省道 陸續通過布化裡的指揮 使向指定地點 每一輛車都滿載著茫然不知情的警察 這是一次突發的行動 不得向外聯繫 大家是在上下班的時間 接到了緊急通知集合的 從集合 零武器到出發 用時不到十分鐘 這個職業的神秘性就在於此 你越身處其中 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有站在省廳多功能會議室 剛剛架起的各路指揮通訊面前的人 才知道這一次異地用警 共動用了將近一千人的隊伍 分別從周邊的寧远、青州、銅化等地 調波 從警力的部署上看 似乎是對陽城市形成了一個包圍的態勢 可恰恰陽城市及下属攀渝的所有警力 未發動一兵一卒 準備的時間是相當漫長的 這個禁煙的環境 許平秋有點憋不住 第N次悄悄出了指揮廳 猛吸幾口煙再回來的時候 卻發現李廳長帶著粵東省 禁毒局幾位已經到場了 廳長以下 都虎視眈眈地看著許平秋 老許的老臉有點掛不住 他知道這一次異地辦案 有粵祖戴袍之前 也犯了同行中的大忌 再怎麼說也是粵東的事 你西山省警察怎麼了 牛逼是吧 跨區辦案 一個協查通報就行了 這倒好 偵查完結 開始抓捕了才通知我們 同志們 天下警察是一家 不要有門戶之分 這一次啊 是兩省省廳協同辦案 主旨不光在於打擊犯罪 而且在於為我們的同行啊 提供雙方同力協作的成功案例 我相信在我們雙方的精誠合作下 今天這個大網撈住的 能為我們禁毒工作 再數一塊里程碑 李廳長打著官腔發著言 起身和越東禁毒局屬下的計真人員 以及剛剛搬到此地 統一指揮的西山省禁毒局同行 一一握手 這個指揮部已經射到了全省最高層了 不過為了以防萬一 還是進行了封樓的命令 整狀樓層被內層封住了 所有的手機號碼都經過信號過濾 自廳長以下全部被禁足於此 一切準備妥當 這一波代表全省最高指揮層的領導 卻是就地開會 李廳長對這個案子相當感興趣 等著各地警力調拨到位的信息中間 他提議讓許平秋把整個案情給大家捋一下 到了這個層次 許處這位大將就變成小彬了 他恭敬的敬警禮是以林宇敬準備 圖文並茂地開始解說了 本案呢 起源於去年我們省城第一醫院 接收到的數例病人 經查是因為過量浮蚀含GHB的 神經性麻醉藥物所指 這個新型毒品在不久前 全國禁毒會議上剛剛提出 經過數月偵查 我們於去年十二月七日 抓獲了一位叫吉象君的販毒分子 經政策攻心 他願意立功贖罪 我們試圖用他調出販毒的上一層 卻不料在我們秘密赶赴陽城市 設計一場販毒交易時 不但用於交易的五十萬毒資去向不明 連內線吉象君也被人虐殺 屍體被扔在珠江一周以後才發現 整個案子就從這裡開始了 艱難繁複的案情 在放幻燈片的林雨靜眼前掠過 此時他看到如此多的同行 在緊張而有序地忙碌著 聽著指揮頻道裡傳來的各組到位的聲音 他的心裡涌起一股異樣的衝動 每次走到了尾聲都有一種恍然隔世的感覺 不知不覺中居然在南國熬了長達半年的時間 凡夫的案情匪夷所思的藏毒方式 觸目驚心的地下走私 把越東的一肝同行都聽得入迷了 特別是聽到許平秋講 他們居然通過司法系統的渠道 把內部偵察人員送進監獄 成功打入了這個販毒集團的事情 更讓一肝同行面面相去了 這種兵刑險招的方式 等閒沒有人敢嘗試 成功率太低 危險系數又太高 會場噓聲不斷 林雨靜笑 心裡在想 她在想 如果會場的高層都見到那位臥底 肯定不會覺得和犯罪分子私混到一起 是什麼很難的事 怎麼是他 黃白 高原比對著監視器裡的人頭像 放大 兩個人都嚇了一跳 潘于唐都公寓監視點 居然是黃白出來了 這個綽號巴蜀的 是越東警方的網上通缉逃犯 省廳網上開著的悬賞價格是五萬 據說這傢伙和看守黨頗有淵源 是一個惡名在外的老犯 而此時 他和墨四海進了唐都公寓 這個地方 卻也是餘醉和另一位接洽人 剛剛離開不久的地方 林浩呼叫 發現新情況 重複一遍 發現新情況 我們把現場畫面發回去 請示下一步命令 王武為輕聲報告著 把墨四海和王白的照片 通過警務通發了回去 等待的時間不久 命令沒來 墨四海和王白出來了 身後還帶著幾個人 以外勤的眼光 幾個或高或矮 形迹可疑的 不是什麼好貨色 一行人站在公寓邊上的樓梯口上 像在等著什麼 他們在等什麼 等車 應該是去什麼地方吧 不會和今天的送貨有關聯吧 墨四海和焦濤有直接聯繫 焦濤又是重點嫌疑人 副國聲的司機 現在墨四海招了這麼一幫人 很難不讓人懷疑他們的目的 高遠又輕聲說道 喂 你可能猜著了 兩人愣了 他們發現路邊開來了兩輛車 一輛面包 一輛香貨 都是空車 而這個地方的空車出發 除了到港口運輸 都不會有其他的事 林浩呼叫 有新情況 重複一遍 王武偉把新情況又報了回去 接到的命令是 和後面的七組九組輪換追蹤 一個多小時以後 沒有任何的意外 追蹤的車輛到了港口 就停在碼頭上排隊運輸的車隊裡 杜立財從監視鏡裡看到了傅國生 他早晨九時 從番禹回到了陽城市太陽島的別墅區 一直沒有出門 一會兒在房間裡躲步 一會兒又在鐵牆圍著的小院子裡散步 此時杜立財才有心情欣賞自己的獵物 不得不說 傅國生是一位很有藝術氣質的人 半長的頭髮捲曲著 雪白的休閒衫 長陽在花草綠樹圍著的院子裡 遠觀都有了幾分飄飄出塵的味道 誰可能相信這居然是一個販毒分子呢 他看起來很安靜啊 杜總 這不是安靜 是不安生啊 李方遠從簾子後面看到了現場 笑著說道 監視的地方是租下來的一幢別墅 李方遠在這裡已經窝了一個月了 想能安生才見鬼了呢 火不到交易完不成 他不會安生下來的 我擔心這裡警力不足 他會不會跑路啊 不會 幕後怎麼會和前台扯上關係啊 就即便是送貨的災了 他們損失的也就是貨而已 許初分析啊 這次的交易量這麼大 很可能是他們的收山之作 這回要抓不住 以後就不好抓了 那要是他和范運的扯不上關係 怎麼抓啊 辦法多了 簡單地講 這裡和越東省庭一樣 就是這次范運的指揮部 或到港走私交易 萬一出現意外該怎麼應對 命令都要從這裡傳達的 而且最關鍵的是 毒資的流向肯定掌握在老大手裡 只要有這些通話的時間點 加上毒資的流向 加上其他嫌疑人的指認 這次啊 定死他 杜立才惡狠狠地回答 信心十足 警匪之間的對決 只有更狠更惡的才是贏家 誰也不會用溫和來對待對方 從清晨開始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著 一個龐大的天網 灑在陽城市四郊 只會從指揮中心的監控裡 才能看到在高速路口 路正口 以及不知名的三叉路口的封閉車輛 那裡面隱藏著此次參戰的 決勝力量 多人小說劇 魚醉 感謝您的收聽 更多精彩內容 請聽下集